廟門一開 民眾就暴衝 但怎麼知道半路殺出這個阿伯 超悠哉 高高崛起手上的香 再從容不迫地插下去 最後再來個雙手合十 讓大家超傻眼 一夕爆紅的頭香歌 《你一定不陌生》 事隔七年 重回搶頭香的南妖宮 這些年的頭香歌 你還好嗎 我真好 我是說 我唱歌也就來唱 我愛朋友 姐啊 她也是愛唱的 七年前 七年後 這個頭香歌 臉色紅潤了不少 搶到頭香後 日子看起來過得相當滿意 今年已經72歲的林天壽 是社區巡守員 夜市老人會的會長 搶下頭香那年 他擔任志工發香 因為當下手上 還有一支香沒發完 很自然地插進香爐 他說讓他搶到頭香那年 真的心想事成 真的那年 我做的地方 都沒有包到白包廚 你們就很高興 不過另一位頭香得主 他更樂趣 一群人衝過頭 撞在一塊 疊得亂七八糟 便宜了一旁這位小伙子 靈活尊出人群搶下頭香 去年福信公 幸運搶下頭香的莊日成 當時年僅16歲 生病 然後看醫生都不好 都不會好 可是來求媽祖之後 馬上就好了 熟練將麥芽蘇裝進夾鏈袋 出席一早還忙翻天 搶下頭香的莊日成 是雲林這家麥芽蘇 烙店的第四代 攤位上還拜著 頭香狀元的令旗 他說不只偏頭痛好了 家裡業績也暴漲三成 去年搶了頭香之後 許下這個願望 希望生意興隆 然後果然生意增加了二到三成 搶到頭香好運跟著來 真有這麼神嗎 也許因人而異 不過到廟裡擠一擠 湊熱鬧 也能沾沾得主的喜氣 借成夢回廖文斌 雲林彰化最後報道 好 好